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齐踏上天国之旅 我们今天就来到《马太福音》系列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我们的题目就是 若汉为大也为小 若汉为大也为小 如果大家手上没有今次讲到大纲的话 欢迎大家从我们的网址下载 我们的内容就会跟着这个大纲分享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说 耶稣就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 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第二节 若汉在监女听见基督所作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或是我们等待别人 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出去传道 然后若汉就坐牢 若汉就在监里面听见耶稣所作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 就问他 我们要等那个尼塞亚 是不是就是你呢 这里说到若汉因为坐牢的缘故 就开始产生疑惑 就怀疑耶稣的身份 就怀疑耶稣是不是将要来的这位救主尼塞亚 那若汉施洗若汉为什么要坐牢呢 他坐牢就是因为他指出希律的错 他就娶了兄弟的太太为妻 若汉就指出希律的错 然后他就被关在监牢那里 关在监牢那里 他当然想到耶稣就是这个尼塞亚 耶稣就是这个救主 耶稣就是要来拯救我们 如果耶稣要来拯救人 他一定会拯救我 我是他的先锋 我是预备主的路 当然他会拯救我 但是一路一路耶稣都没有拯救他 他就一路一路都坐在监牢那里 久而久之他就灰心 他就灰心 然后就怀疑耶稣是不是就要来的 尼塞亚救主 但是他参两个门徒问他的时候 第四节耶稣就这样说 耶稣就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就告诉约翰 耶稣就没有直接回答约翰的问题 就是叫那些门徒报告所见所闻的事 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就告诉约翰 然后第五节就说 这就是核子看见 骑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结症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这里就讲到耶稣所做的事 就医治了那些麻眼 为什么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就是什么呢 就是约翰的事 就是那些盲的龙的人就医好 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第六节 三十五章第五第六节就说 必有核子的眼 核子的眼必珍开 龙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骑子必跳跃 像鹿 雅巴的舌头就能歌唱 这里就讲到 他们就相信这个尼赛亚 这个救主一来的时候 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些工作 所以当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 是不是尼赛亚 就说既然圣经也有这样讲到 这个尼赛亚的工作就是这样 既然当时的人也有这样相信 尼赛亚来的时候 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 所以你将我的工作就报告 报告给约翰听 那他听到就知道我是不是 还有呢 接着就是第六十一章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第一节 六十一章第一节就说 主耶和华的灵就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及谦卑的人 差遣我依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老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这个就是耶稣做的工作 将福音传给那些谦卑贫穷 心灵贫穷的人 所以当他们 当约翰两个门徒 将耶稣所做的事报告给他知道 这个就是当时人们所相信尼赛亚要做的工作 你将这个工作就报告给他知道 只有在我身上才认验 其实这样耶稣就是间接 虽然没有直接 就间接就间接回答约翰的问题了 回答约翰的问题 就是以猶太人所相信尼赛亚做的工作 但是跟着耶稣又再提到另外一方面 就这样一提到 就暗示到 其实他就是尼赛亚了 他就是尼赛亚了 接着就在第十节 第十一章第十节就说 经上记着说 我要猜显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了 接着第十一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苦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尸死约翰 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少的那个 被他还大 从尸死约翰的时候 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术预言 就到约翰为止 接着就一直这样说 在这里的时候 耶稣就提到第十节 第十节就提到 我要猜显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猜显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耶稣就提到 约翰就是这个应该要来 那个叫什么 以利亚了 以利亚 其实他就引致 马拉基书 旧日马拉基书 第四章第五节就说 上帝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 来到之先 会首先猜显以利亚 而耶稣就说到 约翰 就是这个要来的以利亚 既然这个要来的以利亚 或者这个开路先锋 已经来了 开路先锋 之后就会来赛亚 即是既然你就是那个开路先锋 既然你就是预表旧弱的先知以利亚 既然你所做的工作就是预备 这个救主的道路 为救主预备道路 既然你已经来了 接着我来 就是我就是那一位 之后来的就是尼赛亚 在这里耶稣就暗示 他就是这个尼赛亚 尼赛亚 也为少 即是第十一节就说 我告诉你们凡苦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世约翰 所以约翰是为大 没有一个大得过他 但是天国最少的 被他还大 所以约翰亦都为少 约翰为大 也为少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为大 为大 为大的是什么呢 伟大就是约翰的工作和他的使命 是伟大的 即是约翰他所做的工作 他的使命是伟大的 他的使命和工作 就要为这个救主 尼赛亚而开路 就要宣扬天国禁纳 你们要悔改了 他讲预言 他是开路先锋 他亦都是指名 是看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业的 他指名尼赛亚 所以他的工作和他的使命 比起他之前的所有先知都更伟大 因为他就直接指着这个救主的利纳 他就直接指着 看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业 他就宣扬 我就是为这位救主预备道路的一位 他就亲眼看见这个救主 所以他的工作 比起之前所有的先知更伟大 和他的使命更伟大 他的缘故就是这样 他就伟大 是吧 因为他的工作和使命是伟大 他在旧约当中 他亲眼看见 是吧 在旧约一直下来的先知当中 直到他的时候 他才亲眼看见这个救主的 尼赛亚的尼林 但是他是为少 为少 为少 最少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他还未进入到他自己宣讲的角度 是吧 天国近了 他所传的 就是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他自己还未进入到他所宣讲的这个天国这个角度 而角度当中最小的一个 被他还大 是吧 因为最大的一位还未进入 所以就被他还大 所以 约翰为大 因为他的工作和使命大 约翰为小 因为他只不过宣讲这个角度 宣讲这个上帝恩典的角度 他自己还未进入去 而进入了这个角度 最少的一个 比他还大 因为他还未进入来 而且 另外一方面 在属灵和特权上面 基督徒就比若汉大 属灵上面 和特权上面 基督徒比若汉大 为什么呢 属灵上面 基督徒所听到的那些教训 听到耶稣的教训 是比起 施死若汉更多 是吧 特权上面 亦都是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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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死若汉 只不过是 新郎 基督的朋友 而所有基督徒 就被称为 是辛苦了 辛苦 当然 是大过新郎的朋友 是吧 所以 在属灵上面 在特权上面 基督徒就比若汉幻大 是吧 对于若汉来说 他就说 天国近 只是天国近 近 近 他自己还未进入去 还未进入这个恩典的角度 他宣扬天国近 上帝这个恩典的角度来临 耶稣来临 耶稣的救恩要临到我们身上 耶稣要遥恕我们的罪 耶稣要赦免我们 耶稣要拯救我们 是吧 他只不过是宣讲 他自己还未进入去 但是 对所有基督徒来说 我已经进入上帝这个恩典的角度了 所以 我已经是这个辛苦了 你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 所以 天国在这个恩典的角度当中 最小的一个 会比起 施死约翰更加大 他大是指着旧的 所有的先知来说 他是大 但是到今日的基督徒来对比 最小的一个 比他还不大 接着我们就看到 第十八节 约翰来了 也不吃也不喝 人就说他被鬼扶着 因为施死约翰来到 他就自己吃蝗蟲野蜜 就自己住在一个亢野 他就是自己一个 所以 那些人就说他 又不吃又不喝又不跟他一起 就被鬼扶着 那些人就要拒绝 因为他所传说的 这是悔改他的信息 他就说 那些人是什么毒蛇的种类 所以那些人就受不了 因为施死约翰所传的信息 就是要悔改 那些人就受不了 受不了 接着就乱说他 就收拾他的信息来说 接着就说 又不吃又不喝 这个是被鬼扶的 但是反过来 人子就是耶稣 也不比他好很多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究竟那些人是什么 不吃不喝就说他被鬼扶 又吃又喝就说他贪食 是吧 贪食好酒的人 接着耶稣又吃又喝 是跟那些税吏和那些罪人一起 就说他是罪人的朋友 的确是的 耶稣就被称为罪人的朋友 耶稣就被称为罪人的朋友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要拯救罪人 所以他就要接触罪人 和他们又吃又喝 以至把福音就带到给他们 带入他们的家里 所以耶稣就是罪人的朋友 但是我们看阿伯拉罕 就被称为义人的朋友 所以上帝阿伯拉罕 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阿伯拉罕就是义人的朋友 指上帝 上帝就是义人的朋友 上帝也是罪人的朋友 所以上帝把这个救恩 就要带给义人 也带给罪人 带给罪人的时候 将他们改变成为义人 所以耶稣来到 就成为罪人的朋友 人就这样拒绝 所以第三 我们就看到 耶稣就要责备那些人 这些人真是假无为善 约翰尼所传的信息 他们又不听 犹太人就拒绝约翰所传的悔举信息 所以就说他是被鬼附 耶稣都不好得多少 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那些人就拒绝 那些人要拒绝 当他们良心 不愿意悔改的时候 就拒绝了 但如果我们看看 第二十节 二十节就说耶稣在诸城中 行了许多异能 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这个时候就责备他们说 哥拉信 你们有和了 八塞大 你们有和了 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就早已经披麻蒙灰 就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更容易 在这里耶稣就责备他们了 耶稣就提出了 讲到城市 首先耶稣就提出 犹太人的城市 犹太人的城市 其中提到白塞大 白塞大这个城市 耶稣有三个门徒 都是来自白塞大的 在这里耶稣就医好了核子 即是说耶稣所行的二能 在这个白塞大那里 耶稣的门徒有三个 亦都在白塞大那里来的 即是说这些人 是有机会听到福音 还有耶稣喂饱五千人 亦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白塞大和哥拉迅 即是接着加巴隆的地方 和其他城市的人 其他城一的人 就有机会 有机会就听到福音 有机会听 听还是不听 就没有灰改 有机会听 听入耳 但没有入到落心 所以我们讲到 有些人差十八寸 差十八寸就进天国 即是他们差点上到天国 即是差十八寸 为什么呢 福音进入到脑 进到头脑 理智相 他们知道 但进不到落心 心没有灰改 脑和心大约差十八寸 所以说差十八寸就到天国 他们差一点就到天国 因为他们不愿意灰改 不愿意相信 以致他们不能够得救 其实耶稣走了很多的二能 走过很多神迹 在这地方 那些人听过 但他们没有悔过 这些就是犹太人的城市 但相反 你看回 你看回 你看回外邦人的城市又如何 外邦人的城市 所以耶稣就提到推罗和西顿 推罗和西顿是以色列的北部 他们虽然是罪恶之城 很多很多犯罪 但是如果有百塞泰和哥拉逊这些机会 看到这么多的异能 看到这么多的神迹 听到这些福音 他们都会悔改 加伯能虽然被耶稣称为自己的城 称为自己的城 耶稣都很喜欢这个城 但是对比之下 对比所多玛之下 更加情况不好 为什么 因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他们还是拒绝 所以到将来审判的时候 因为他们拒绝 他们拒绝的缘故 所以他们受的 第24节就说 但是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更容易 所多玛是一个犯罪这么多的城市 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这么多的神迹 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 比他们更容易 25节 那时耶稣就说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就向聪明通达的人 就藏起来 这些所谓聪明通达的人 他们不明白 但是就向婴孩 就显出来了 父啊 因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没人知道 除了子和所愿意指示的人 没人知道 耶稣就这样说了 其实当时候 犹太人当中 虽然有很多这些成一的人 很多都拒绝了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 八塞大 耶稣的门徒当中 有三位来自这里 都是有人相信接受耶稣的 在这些成一 很多都不接受 但是都有人相信接受耶稣的 但是 很可惜说一句 这些不是有学识 有地位的那一等人 所以这里说到耶稣的传福音 是向那些贫穷的人 心灵贫穷 心灵感觉到有缺乏 有需要的人 耶稣跟他们传福音更容易 但当他们自己 什么都有的时候 自以为附足的时候 那些福音很难跟他们传 这些犹太人有些都接受耶稣 但是一般来说 不是那些有学识有地位 而在这里怎么说 耶稣所说到什么 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 第十五节就说 向婴孩就显出来了 接受耶稣那些 所谓一般的婴孩 婴孩的意思是什么 婴孩的意思是 Little children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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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不是他年纪小 是他的学识地位 能力比较小的这班人 这些叫小子 这些叫婴孩 他们就容易接受耶稣的救恩 接受耶稣的福音 因为他们有所缺乏 他们自己知道 当他们看到这个救主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接受了 但这些自以为 有学识有地位的一等人 他们看到他们就不要接受 不要相信 但是耶稣又没有放弃他们 耶稣也没有放弃他们 第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就说 犯怒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婴孩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婴孩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你的婴孩 放在一只牛身上的婴孩 如果这个牛的婴孩 是度身定造的 他背着这个婴孩 扶着这个婴孩 跟着去耕田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很合适 很舒服 但如果这个婴孩 不是套正 不是所谓度身定造 他就不舒服 而这里就说到 耶稣在这个时候 亦都向这一班 所谓有学识有地位的人 发出邀请 发出的邀请就是 犯怒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向这一班人发出邀请 耶稣都向所有其他人 发出邀请 耶稣没有忽略 这一班所谓拒绝他的人 耶稣没有忽略这一班 所谓有学识有地位 不接受他的人 耶稣都向他发出一个邀请 这个邀请就是什么 犯怒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得到安息 安息 这个字 这个字的字根 在七十字日本当中 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四节 出现的 安息 在当时我们知道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新约圣经是用希列文写的 到了新约的时候 很多人将《旧约圣经》翻译了一个译本 译了希列文 因为当时人们看希列文 译了一个希列文的译本 叫做《七十字日本》 《七十字日本》 是当时很流行的译本 很多人看着《七十字日本》的希列文 就看回《旧约圣经》 如果你看回《七十字日本》 到《新约》 所讲到这个安息 这个字 就对照《七十字日本》 同一个字的字根 在《旧约圣经》 就在哪里出现呢? 就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第十四节 三十三章十四节就说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耶和华说 我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你就是指摩西 摩西 即是上帝当时给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摩西 要他将以色列人带来埃及 所以我就和你同去 我就使你得安息 使你得安息 这个安息意思就是指什么? 在摩西所领导底下 就是上帝所给以色列的安息 即是你接受这个仆人 作为你们的领袖 作为上帝的代表 带领你们出来 你们就得到安息 即是你跟着上帝的带领 跟着上帝的吩咐去做 你就会得到这个安息 当时拉比是这样说的 拉比提到这个厄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耶稣就跟那些人说 你们要负的 是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负我的厄 当时 那些领袖 那些猶太人 那些拉比就这样说 这个叫做 律法的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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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福的 有很大的福气 即是说 那些拉比相信 如果你接受上帝的律法 这个叫做律法的厄 作为这个厄 是有一个大的福气 但是 在他们所教导的律法 在他们所解释的律法 在他们所一路一路 加了很多人为的传统 人为的条例 加上在上帝的律法上 这些律法 在马太福音23章第4节 就对他们 当时的人来说 已经成为一个重担 已经成为一个重担 所以那些人因为 这些拉比 这些解释圣经 律法者自居的人 解释律法者自居的人 他们所解释的律法的条例 已经成为一个重担 不是一个安息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 如果你要跟随我的时候 你要学的是 学我的样式 你要负 是要负我的厄 耶稣就应该 他的厄是容易的 这个厄就是说 你跟着耶稣那种方法 他遵守上帝的律法 遵守上帝的界面 这是容易的 意思不是说 他要求更低 而所谓容易 而反而 如果我们看回福山部份 耶稣说到 如果你的心里 你真一个人 已经犯了杀人罪 你看到一个妇女洞 你已经犯奸任罪 其实这个要求 不是更低 事实上更高 而为什么 因为是容易呢 因为他进入一种 叫做门徒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要赴耶稣 这个厄学的样式 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不要受他们的传统 不要受他们的 拘捕给那些人 所解释的律法 那些条例去 我们跟着耶稣去做 这样你进入这个门徒的关系 你就会如何 在这个柔和谦卑的主 身上学习的时候 这个你就得到安息了 所以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来说 但这个律法就使他们内心的心灵得着平安 因为耶稣要恕我罪 因为我跟着耶稣那种方法 靠耶稣所给我的力量遵守 我内心得着一个真正的安息 我不再负罪的重担 我这个重担就交出来了 你愿意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吗 愿意学他样式负他的厄吗 室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